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洁可爱的是 我们就要想 就要说 就要做 这一切都是为着荣耀神的名 我们要不住地祷告 满心喜乐 凡是谢恩 操练自己爱神的心 也要记住凡爱神的 必爱弟兄这一教训 要爱邻舍 如同爱自己一样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作为寻道小组的领袖 约翰在各方面都能以身作则 他本人在这段期间养成了许多好习惯 如每天清晨四十起床 写日记 过最简朴的生活 节省日用以资助穷人病人等 且都能终生奉行 1732年7月 约翰特地去拜访他仰慕已久的威廉劳牧师 劳牧师非常欣赏约翰的处事为人 很自然地成为了约翰的属灵顾问和导师 寻到小组成员各有工作的重点 有的在年轻同学中工作 和他们谈话 鼓励他们励志行善 追求圣洁生活 有的专事服务级救济学校附近贫民的工作 约翰和摩根 则经常前往监狱中视察被虐待的犯人 给囚犯们捐赠药品 书籍和日用品等 当时在伦敦 有一个在监狱中传福音的基督教宣教团体 传播基督教信息团契 约翰魏斯里也参加了这个团契 在里面他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朋友 其中就有日后成为英国国会议员 专管美洲佐治亚地区事务的 詹姆士奥格索普路军上将 当时去美洲传福音的组织 包括稍前已经讲过的 钦尘多夫领导的摩拉维亚教会 和稍晚的魏斯里弟兄领导的 寻道宗教会 都是在奥格索普的支持和鼓励下 在美洲的佐治亚展开工作的 这是庞话 却说这群年轻人爱心充沛 克己牺牲 又力求在言行上都遵照圣经教训 此外 他们有彼此检讨日间的言行及工作 并计划一日待办的事 约翰天生有一种愉快性格 细谈论 善辉邪 大家都喜欢同他接近 查理也甘心顺服哥哥的领导 也吸引来更多的年轻人参加寻道小组 1733年某日 校园里卖苹果的老妇敲开查理寝室的门 他告诉查理说 有人请他去探望一下一个自杀未遂的贫穷妇人 查理很好奇 问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老妇就说是一个经常到监狱探访 囚犯的小伙子托他船的消息 查理就找到那个小伙子 还把他请到自己的寝室 共进午餐 交谈之中 查理得知他名叫乔治怀特肥 于1714年12月14日出生于英格兰西南区格洛斯特郡 比查理小整整七岁 在乔治还只有两岁时 他的父亲去世了 留下母亲一人带着七个孩子 其中乔治最小 他家里原是经营小旅馆生意的 可是这生意并不好做 所以家中的经济情况常是捉襟见肘 后来母亲宠嫁 虽然贫穷 母亲仍然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乔治12岁时被送入一家预备学校 他在学校表现突出 他有惊人的记忆 以擅长雄殿建称 每当市长视察学校时 他经常被选择欢迎子 15岁时 乔治被迫辍学 回家协助母亲料理小旅馆 在旅馆中干各种杂活 后来有次外出 有机会听到了一位牧师的讲道 他被鼠灵的事情吸引 以往喜欢的事情让他感到乏味 开始喜欢模仿牧师念诵祈祷文 然后向周围的人传道 他还喜欢编写讲章 可牧将来能够成为传道人 18岁时 乔治在牛津大学得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于是负集牛津 在牛津 他除了认真读书 也跟着一些人去监狱探访囚犯 向他们传福音 后来听说魏斯里俩弟兄组织了一个寻道小组 于是准备找机会参加 没想到查理主动找到了他 查理和乔治怀特飞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成了朋友 查理把不少属灵的书籍借给怀特飞 其中有德国敬虔主义运动领袖傅朗开写的《论不怕人》和《教目的忠告》 还有苏格兰神学家亨利斯·库格尔写的《神的生命在人》里面 怀特飞读了这些书 灵命得到飞跃式的提升 他后来回想说 我原来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敬虔 直到神把这些优良的论柱送到我的手里面 神迅速只是我说 真实的敬虔乃是人与神的联合 使基督成行在我们里面 此时 我才醒悟了 知道必须做一个新造的人 如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我写信给我的亲戚 告诉他们说 真的是有重生这一回事 可是 我的亲戚们都以为我是发疯了 不久 查理又把怀特飞介绍给哥哥约翰 怀特飞成了寻道小组的成员 因是家境贫寒的工读生 怀特飞本来就受到大学里面一些人的歧视 他又加入了受更多人反对嘲弄的寻道小组 这些情况让他更感不安 魏斯里兄弟常常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愿为基督做见证 但是怀特飞有些自残 不愿在公共场所让人看见他与魏斯里兄弟在一起 有一次他去找查理时 也未看见附近有同学经过 竟然不敢去扣查理寝室的门 他自己也说他当时总像尼格迪姆那样 仍旧喜欢只在夜间与他们相聚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怀特飞自从与寻规小组来往以后 受到更多的种种侮辱 有人向他抛制无误 院方也惊人调作 扬言说如果怀特飞继续浪费时间 跟着寻道小组去探访囚犯的话 他们就要逐渐剥夺他的工资 连续几个星期 怀特飞不去参加寻道小组弟兄们周三的进食 反而自己出到野外 独自莫道 他也不在乎晚间的聚会 数次跟查理约好同进早餐 他也没去 查理发现情况不对 很快去探望他 怀特飞非常痛苦 他不得不向查理坦诚说 查理弟兄 最近以来 这种惧怕的担子在我心头逐渐的增加 使我失去所有默想的能力 甚至思想的能力都感觉迟钝 只有神知道 有多少长夜我躺在床上 为这所感觉的重担 身影不息 整天甚至整周 我扑倒在地上 求神给我自由 拯救我脱离从地狱里出来的狂傲思想 他们时常挤进我的脑海 纷乱我的心思 慈爱 害怕 疾意 骄傲 嫉妒 轮流困扰我 可是我决心要胜过这些 只是求神怜悯 查理知道怀特飞的心境之后 就鼓励他 乔治弟兄 感谢你信任我 能把心里话对我说 我们整个寻道小组都会为你祷告 希望你要警醒防守 不要偏执失谜 要刚强壮胆 不要失去勇气 要靠着主战胜环境 而不是靠自己微薄的力量 查理又把尊主圣范和鼠灵的征战 两本书借给怀特飞阅读 让他查考里面的章句 约翰文之也多次约谈怀特飞 给他更多的鼠灵指导 在寻到小组弟兄们的带导之下 在约翰和查理的亲自帮助之下 怀特飞灵命复苏 经过长期的消沉 他终于得到释放 悲哀的灵已经过去 如今他晓得在他的救主里面喜乐 是怎么一回事 在度过了被人弃绝和试探的长夜之后 怀特飞可以看见的 那颗实现实隐的光芒重新出来了 有如沉星显现在他里面 他的身心灵都已焕然以新 不仅如此 怀特飞很快成为寻到小组的灵魂人物之一 日后又成为深圳英伦和北美的著名寻回步道家 在即将到来的大觉醒运动中 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他还和魏斯里兄弟俩一道 共同创建了寻到宗教会 后人将魏斯里兄弟俩和怀特飞 并成为寻到主义三剑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